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Bug 今天來介紹一台超屌的掃脫機器人 它不只是臂障還可以月障 整台底盤還可以拳擊升降 真的是有夠狂 同時它還加入AI語音控制 AI障礙辨識 伸縮脫步伸縮邊刷 就是這麼誇張 根本是黑科技到爆發 好 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來開箱今天這台 全新的石頭Q-Revo Cup 白騎士 Let's go 這次石頭Q-Revo Cup 白騎士 在外觀上有很大的不同 它乍看很像貓砂盆有沒有 簡約圓潤的設計啊 在質感 科技感的同時 又不失柔和 一眼看你就會愛上它 掃脫機的本體則維持圓形的設計 好 外觀我們這邊簡單帶過 接下來我們來直接進入重點 掃脫機的本質就是要省你的麻煩 所以這次Q-Revo Cup 主要提升了兩個 業界從未突破的黑科技 這次最大的提升就是 全機底盤升降 傳統掃脫機碰到門檻 或是高於2公分的障礙 它就會轉頭去掃其他的區域 那這次Q-Revo Cup 的智慧升降底盤 它可以全機升降 去跨越4公分以內的障礙 好 我直接擺正給你看 我用磁磚模擬一下 4公分左右的障礙 你可以看到 當Q-Revo Cup 偵測到障礙 它會倒退 然後駐跑 接著越過障礙 你看它智慧升降底盤升起來的樣子 就很像我們在騎單車 Kiao Golan 的樣子 配合這次的寬胎設計 簡直就是找拖機的拉力越野車 只要小於4公分的障礙 它都可以跨過去 它還搭載了三重零殘繞的清掃系統 那這個改變在我這一陣子體驗下來 最有感的有兩點 第一個是毛髮殘繞率變得非常低 第二是對地面毛髮的吸入率變得非常高 因為 Q-Revo Cup 搭載通過德國的 TUV 以及 SGS 認證的三重零殘繞系統 可以說徹底解決家中清潔的毛髮問題 那它怎麼做到的呢? 首先這一次白騎士的吸力超級大提升 吸力來到18500P 它除了可以把家中的垃圾清乾淨之外 那些很細小 待進墊會黏在地板上的毛髮 它也可以一起吸乾淨 那我們把機身轉過來看 這一次的主刷以及邊刷都重新設計 那這一個邊刷叫做 零殘繞弧形動態伸縮邊刷 它的刷毛變得更長了 刷毛也從三角分布 變成45度的V型設計 那它的目的就是 將垃圾往中間靠攏 然後吸走 那它如果遇到牆角 它也會伸出來讓邊角清潔更徹底 它的角落涵蓋率可以達到100% 再來我們來看到主刷 一黑一紅這一次叫做零殘繞雙懸臂對刷 傳統掃地機的主刷泥 時間用久了就會發現 在主刷的兩側會累積一大圈頭髮 Q-Rure Cup 則是將主刷分離 並且採用膠毛一體的滾刷 那透過45度傾斜刷毛 搭配軟膠的V型螺旋設計 它的導流路徑更短 雙刷差速旋轉 毛髮纏繞綠綠 好 不囉嗦我們上實測 碰到牆邊 脫步就會自動伸出來進行牆邊清潔 那碰到牆腳邊刷就會自動跑出來 掃牆腳 就算你碰到最難纏的整坨長頭髮 Q-Rure Cup 沒有在怕 它照樣給你輕鬆錄過去乾乾淨淨 我實測下來發現它的清潔頭髮的效果 真的非常好 拆下來檢查完全不纏流頭髮 那再來我們的加強測試 這一邊我也試一些醬油 番茄醬 把它抹在地上 那Q-Rure Cup也會自動偵測重污區 然後自動復托 復洗 什麼意思咧 它會自動記住這邊還沒掃乾淨 然後會回去洗脫步 然後再過來拖一次 那碰到地毯 脫步還會自動抬伸並停止轉動 去避免弄濕地毯 除此之外 AI也來了 因為它搭載了RGB加結構光鏡頭 所以它可以在清掃的過程中 清除辨識家中每一個障礙物 那它可以透過 AI 辨識 高達62種障礙物體 那中間遇到障礙物 它也會記錄起來 你可以打開APP 看看誰又亂丟襪子 誰電線沒有收 另外大家也很常碰到掃拖機 發生一個問題 明明它可以進去餐桌底下 但是又卡在裡面出不來 因為傳統掃拖機 它只能前後左右的去慢慢移動 那它的迴轉角度小 就會卡住 這次 Q-River curve有零纏繞萬象輪 外置刷毛清潔 同時防止毛髮纏繞 可以實現各種方向的移動 所以對Q-River curve來說 什麼展家具那些都是基本 我設定中午吃飯 讓它自動清掃 我回到家 它也都會乖乖地在家裡充電待命 那就算你家裡不開燈 在黑暗中它也會自動開啟補光燈 所以對環境的明暗 白天晚上都不影響 那這一次 Q-River curve 也搭載了寵物友善功能 那你在第一次App的設定 就可以選擇寵物環境 那這時候你的App裡面 就會多出幾個寵物友善功能 比如說寵物快照 透過鏡頭 你可以在清掃的過程中 拍攝毛小孩的可愛照片 並且隨時下載 那它也有內建一鍵尋找寵物 或者是專業寵物清理 那你可以在寵物用品 周圍執行清潔作業的時候 提升洗禮 以達到完美的清潔效果 好 接著我們回來看這個 十合一全能清潔作 我們打開上蓋 這一次你只要打開一次蓋 就可以換水換集成袋 那它通通整合在一起 集成袋可以用兩個月 那超大水箱也可以大概一週不換水 它也支援脫布自動烘乾 自動補水 好 這些功能都延續 那這一次新增的是 75度高溫除菌動態熱水洗脫布 那它的熱水洗脫布的溫度更高 清潔去油的效果也會更好 那洗完脫布之後 它也會自動用45度的熱風烘乾 而且是低噪音烘乾 真的是非常安靜 那這邊也給大家看一下 之前我測試拖醬油 番茄醬的脫布 以及用熱水洗加烘乾的狀態 這樣比一比 你就會發現 真的是有辦法洗的跟新的一樣 那最後我們講到清潔保養的部分 這一次搭載了自清潔基座2.0 它的基站也會自己清潔 它採用洗刮刷的三合一清潔方式 透過雙刮調設計 加上可拆卸式的底盤 所以基座的清潔保養也變得更輕鬆 你可以整個底盤拿下來去洗手台那邊 整個清潔一下 就變得很輕鬆 所以這一次通過這一整套的功能下來 QRULEC也通過TUV母嬰級的認證 在媽媽以及寶寶孕婦都可以安心使用 好 最後總結一下 我家裡其實用石頭掃多機很久了 那這一次QRULEC在產品力上面有飛越式的提升 之前為了擴大清掃範圍 所以它推出了伸縮機械壁以及小摩托 去擴大清潔的範圍 但是很多人家裡會有落地窗 會有陽台 傳統的掃拖機就是過不去 那這一次QRULEC全新的月帳 以及臨殘繞系統 以及避障功能 可以說突破次元壁 可以把別人家掃不到的空間 把它掃乾淨 做到既省室又放心 好 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對這台QRULEC白騎士有興趣的話 歡迎到MOMO GO網上面選購 那如果對這台機器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是雲霸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